宣傳的文化設施 針對南部最重要的藝文展覽設施 也就是衛舞雲兩廳院 可以說是南部最嚴謹期望的一個最重要的文化設施 整個招標的過程總共分成四標 總工程的經費是120億 其中第三標的部分 我們發現不管是這個招標的過程 或者評審委員跟得標團隊的關係 以及得標團隊的 他的這個事格性跟他的專業性 我們都覺得有很大的很大的質疑的空間 第三標跟大家報告 他的重點是針對這個特殊設備的工程標 什麼叫特殊設備 特殊設備包括舞台的上下的機器的設備 還有燈光音響設備還有座椅 這些都有具有一定的專業性 所以第三標是採用國際標的這個方式來進行 但是這個標案從去年9月13號開始 到今年5月11號最後決標 可以說是一波三折 一點重重 怎麼說呢 首先他經過了6次的公告 兩次的這個招標內容的修正 兩次的流標 最後 竟然有一個原先資格不符的團隊 獲得決標 是否為這個特殊廠商量身訂做 我想我用這個流程表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第一次他的標案是991102 從去年9月13號開始 最後是流標 因為他未達開標的加速3加 要3加以上才能開標 所以未達3加 第二次 是去年的10月28號 得標廠商也就是雅翔團隊 他資格審查不符 另外兩家也未達合格的標準 所以第二次也是廢標 所以廢標之後他就把所有招標資訊 包括評選委員的名單全部公佈 好 這個廢標之後你要重新要有一個新的標案 來進行這個招標 所以這新的標案叫做99102之一 好 新的標案開始 第一次的這個公告是 今年的2月22號 最後也是未達法定開標加速3加 而造成流標 好 流標之後 你要進入第二次的這個 招標就不需要有 達到法定3加這個限制 你兩加也可以進行開標 所以這個問題反正說 你這個流標之後重新聘任的7位評審委員 跟第一次的委員完全一樣 只有簡歷人委員退出 以宋政宏委員來取代 最後 在今年的3月21號公告 5月11號 確定由雅翔通過資格審查 經過所有 7位評審委員審查 評定合格 得分168分 讓他決標 他的價格 是11.8億 這個底標是13.8億 這個 一三標總預算計算是16億 他比這個預算 足足低了2億 這是整個 一三標開標的這個整個流程 所以我們很質疑說 為什麼這個 一三標開標的過程比其他標 更是充滿了曲折離奇 不管 是他的招標內容修改 或者是最後 由這個 原先評定資格不符的場合來得標 這個招標過程可以說是疑點重重 第二個 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評審委員的關係跟 評審委員跟最後得標團隊 雅翔公司雅翔團隊的關係 台灣劇場技術協會 他是一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個外圍的組織 他是作為一個劇場設計人員的一個平台 這個協會 創立12年 歷任了5次的這個 李監事會 這個創會的會長就是張玉宇先生 這個張玉宇先生也就是這次得標團隊雅翔團隊的代表人 好我們看看 魏武雲這次決標 第三標決標7位評委 王孟超委員 他是這個協會的 第三任的理事長 一任理事長13年 楊麒文委員 跟其中王世信是第四屆的 第四屆的這個理事長 以及林克華 林克華是這個第三標燈光設計的 照標設計人 楊麒文委員跟這兩位 劇場協會的幹部 都是北義大的 同事 或是從屬的關係 這個 雅翔團隊 包括這個 融工工程 華格納 這個澳商 宜盛科技 央企公司跟張玉宇 他們這個計劃儲存人 那這邊 融工工程 事實上雅翔團隊有出資 雅翔在民國98年 出資與融工處 共同 成立融工公司 所以呢 這個部分 他本身有出資 等於說全部的團隊 都是他設計的 而且呢 他這個 有一個很好玩的 現象 就是這個 醫生科技的 這個張之浦呢 是 福茂公司 董事長的孫子 他阿公叫做 張仁鳳 然後福茂公司 的 這個董事長 張仁鳳的兒子 就是這個 張玉宇 所以這個工程呢 基本上是指 祖孫三代 祖孫三代 共同來承攬我們這些的工程 那 跟剛才我們 治委委員提到的就是 這個 台灣技術 劇場協會 這一個協會呢 事實上基本上 也都是以張家仁為主 跟張家仁的好友 魏武營的團隊呢 跟 夢想家的團隊 又正好是很媚取的 我們 甚至人 他報告就是 在依據這個 台灣技術劇場協會 在2011年 3月21日內部會議 這個內容顯示 這整個 劇場 包括國慶晚會這個劇場 都是由他們在執行 所以呢 這個其實不管是夢想家 不管是國慶晚會 不管是魏武營 幾乎都是同一個團隊 在承包這些工程 所以顯然呢 這是一個 大肥貓的集團 這個大肥貓集團 就是 背後有 幾隻幕後的黑手 把這些大肥貓 送進去 我們國家重要的建設 跟重要的文化藝術的表演 的場所 讓他們從中牟利 這是一隻 一起在 某國家財產 我們在教育文化委員正式提案 我們在組一個 衛武營 調閱及監督委員會 我想這樣子才能夠 真正的了解 裡面的 問題更深入 而且希望說 監督到以後的品質更好 這個 我們責無旁貸 要把這個責任 擔負起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說 農部長也能夠 跟我們一起配合 讓我們在 用一個 衛武營調閱及監督委員會 一起來 確保 衛武營的品質 這樣子 如果球員跟裁判都是一家人的時候 大家想想看這個評審會公平 這個過程會公平嗎 內舉不必輕 如果更嚴重的質疑 這就是制度性的綁標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 不管是工程會的立場 或者是 這個文化部的立場 好像 過程都似乎 這個 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 你從整個過程來看 我就是以臉重重 好像就是 球員跟裁判 都是很好的一家人 這一家人 會做什麼樣的決定 這個決定會公平嗎 這就是標準的 制度性的綁標 好 各位媒體朋友 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我們記者會就到這邊 謝謝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第1個月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對 我們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